內政部警政署的專務副主長 副主長你好 我想今天之所以會修這個法 而且會有那麼多的爭議 這個完全由警察單位所延伸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要求就是 警政署你必須通令所有 開紅單取締的所有的員警 你們真的要再教育 再教育 烏龍發單怎麼來的 你裁決所裁決沒有做 裁決是根據紅單來的 那你紅單在開的時候 如果沒有很慎重的時候 那個裁決所去到裁決所 他是根據紅單 他哪裡敢不做裁決呢 對不對 他是跟著他所開的西向 然後去進行裁決嘛 所以裁決所的人 他沒有看到現場 他只根據你那張紅單進行裁決 所以第一關最重要就是紅單 我自己一個例子我講給你聽 所以你們自己 我有一天晚上凌晨十二點多 我接到一個電話 在揚美國道 揚美的交通小隊 有一個親戚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真的沒喝酒 但是他說他酒測 還一點多 然後我跟他警察講說 那既然有爭議 你是不是再測一次 他說不行 測一次就不能再測 我半夜開著車到那邊 我到的時候我叫他說 那你先跟我測 他測我當然是零 我沒有喝酒 我叫他說那你再測一次 既然是零 都沒有喝酒 但是他當時測的時候是一點多 而且又不跟人家重測 所以真的是 這個千真萬絕我親自崩潰 我有文明報告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喝酒以後 他的代謝的速度也不一樣 哪那麼快 不是 因為有些就是說 這個他因為代謝速度的關係 因為假如說你要做第二次酒測 那個標準會很不一致 所以我們現在規定 現在問題出在哪裡 難查到的時候 當場查的 那個數值為準 我告訴你 問題出在你們那個機器是不是有問題 我想我們機器都經過標準檢驗局 檢驗合格 那一個事情怎麼會這樣 相差大概不到一個小時 一點都會變到 因為個案有時候他的代謝率很快 有些人太久不會這樣 他代謝率很快 你去問微醫學專家 沒有就是 當然還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突然那個機器突然斷掉 我跟你講 組長你不要跟我變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碰過親身體驗的一個例子 如果那天我沒去 那個人就倒楣了 我不曉得是他操作不恰當 還是機器出了問題 但是你敢保證你的機器百分之百有問題嗎 百分之百都沒問題嗎 我們那個機器全部都經過 我們都標準檢驗局 檢驗合格 那一天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你不要 這個個案的部分 我想剛才講的 我可能機器突然換掉 這個個案也許會很多 所以 是不是警察的 數值 他的操作 或者什麼 你們自己去檢查 我們訓練 我們每年都有排訓練去檢討 我今天要講的是 你開 開紅單的是第一關 你後來延伸了這些問題 我跟你講 絕對要處理 你 任何違規案件都會造成交通危險 會帶來民眾生命財產的威脅 我們都同意 你依法去執行 但是執行的人 必須有他的專業 而且你必須再強化對他們的訓練 因為現在我們從開單 那剛才部長講的 為什麼會有烏龍罰單 為什麼會爭議 有的會退回來 那就是你開的時候 你沒有據實 或者你開錯了 有時候法條用錯了 你這些難道你們沒有責任嗎 沒有 我們現在有 除了連結開單以外 我們分局有審核小組 審核完了以後 再移送給監體當委 我跟你講今天 造成最大的不便民 你不是司法單位啦 你任何申訴案件 他們都受理啦 你弄著司法院 這個法院 各局法院 都通通 整天你辦人家申訴案件 就好了 又辦什麼 會有這麼多爭議 完全有警察 第一手 我覺得你真的要再教育 警察開開 沒有你去告 大家都是很秉公處理 沒有錯 你秉公處理 但是你的專業夠不夠 你的配備是不是精確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駕長訓練 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個 我從北上 大概在林口 那個上坡的路段 就看到一個木頭這麼大 掉在地上 路中央 那不曉得哪一個倒霉的人 去壓到 造成危險 但是你們沒有開啊 該開的都不開 我們曾經跟著高速公路的沙石車後面走 他一路走一路碎石一直掉下來 彈到人家玻璃都彈破了 沒有嗎 你們什麼時候開過這種罰單 你們只會對那個老實人下手 所以我今天要的是警察必須再教育 真的 你這個很重要 裁決所絕對是根據你第一手資料進行裁決的 你如果罰單開錯了 法條用錯了 他就裁決了 他是 他是在辦公室裡面裁決的 他不是現場去裁決 所以 警察單位 我要求你 你一定要通令他們 所有 執法的援緊 必須再教育 好不好 如果有太多烏龍事件 我們一定找警政署 你 你這個所延伸出來的費用 如果 是民眾冤枉的 那 那開了警察就要處罰 對不對 我們原警開錯我們會有限制裁決 要處罰 要處罰 那如果 申訴案件被駁回的時候 那當然由 由這個申訴人自己去負責啊 這個 沒有什麼爭議啊 好 你請回 好 謝謝 那個 好 那個部長 我再討論就好了 好嗎 我請部長一下 我想現在五陽段正在施工 我曾經要求過 國道高速公路局 要求他們 你那個施工單位真的是要注意安全 而且不能隨便封道路 有的人 他自己要調個 調個 調具 調個什麼 就把人家的道路就封掉 我跟他講 你如果要封掉任何一個車道 你應該要向我們 我們高工局報備吧 要不要 所以他整個施工計畫當然有 要 但是他有的是短時間的 可能是封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掉個東西 但是這個會造成危險 也造成塞車 造成民眾的不便 我認為 所以這個 部長你在這方面應該告訴他們 應該 把他管理 當然要盡量避免 他們也會盡量避免 你不能在那個交通 擁擠的時段 流量大的時段 你在那邊掉東西 那後面排了一大堆車子 這怎麼可以 我們來交代他們 部長拜託你 是 好 我們現在 現在